這個看一下我把這個螢幕寫上去 丟一個硬幣兩次 我先問同學一件事情 丟硬幣這個動作它是一個什麼東西 這是個隨機實驗 你還沒有做之前你不會知道結果是什麼 對吧 好那我現在請同學 先寫出這個隨機實驗的樣本空間 來你告訴我它樣本空間會長什麼樣子 它樣本空間會長什麼樣子 會長什麼樣子 丟硬幣我們一般來講是觀察它的反面 正面跟反面 所以有可能第一次正面第二次也正面 通常這種情況我們叫做什麼 叫做正正對不對 來寫上去喔 叫做正正 正面有問題吧 那如果第一次正面第二次反面 我們會怎麼寫 正反 正反很好 來寫上去 正反 那再下來應該是什麼 反反 反正 對吧 反正再下來是什麼 反反 反反 這樣OK嗎 所以丟一個硬幣兩次 它的樣本空間的結構是不是長這樣 沒有問題喔 好 那現在我這裡這樣寫喔 我等一下會寫幾個事件 然後呢 我要請同學寫出它對應的什麼東西呢 對應的集合長什麼樣子 OK 來寫上去 我想想看喔 對你們來講什麼東西比較容易入手 這一個喔 第一次出現反面 第一次 來出現 反面 還有第二個是什麼 我看一下 都沒有出現正面 OK 來我先等你喔 這個慢慢教 我們看同學會不會一起 我們看同學會不會一起 好不好 然後你要知道事件跟集合有一個什麼關係 有一個對應的關係喔 來寫上去喔 每一個事件都可以寫成一個集合 對沒有錯喔 那一個集合可以寫一個集合嗎 這個 我覺得你問的問題太有深度了 我覺得這個問題我沒有辦法回答 這個等一下我們或許可以談談看 但是我現在只是想跟你說 每一個事件 因為事件就是什麼 樣本空間的部分集合 那所以每個事件我們都可以用集合的形態 把它呈現出來 好不好 那你說是不是每個集合都會對應到一個事件 那這個我覺得超過高中生的範圍 這個太難了 這個以後有機會你再慢慢去思考 好那現在我想我們就很簡單的這樣講 你看喔 我現在考慮一個事件 這個事件是什麼 丟一個硬幣兩次 第一次出現反面的事件 好 那請問你 它會對應到某一個集合對不對 來你可不可以幫我把這個集合寫出來 欸集合我們一般來講 我會用大寫的英文字母來表示它 外面要加什麼號 大括號 那請問你喔 第一次出現反面 你要仔細看它的樣本空間 第一次出現反面 那請問你是誰呢 我問你 正正可不可以 不行 正正代表第一次正面 第二次也正面 它是第一次出現反面嗎 不是 那請問你正反可不可以 不行 所以到底是誰 反正跟反正 沒錯 來所以寫上去 這裡是反正 跟什麼 跟反反 欸 這樣有了解嗎 這樣可以喔 OK喔 所以你看吧 這個事件如果叫A事件的話 你有沒有發現 事件就是什麼東西 就是樣本空間的部分集合 你看這個樣本空間有四個元素 你把這個元素跟這個元素抓出來 是不是一個部分集合 這樣聽懂喔 到目前為止都可以喔 來 那我們現在來看另外一個事件 丟一個硬幣兩次 都沒有出現正面 來這個如果叫B事件 求你這個事件 裡面 它是個集合 對不對 來 它裡面要寫什麼 都沒有出現正面 那就是反反 那就是反反啊 你看 都沒有出現正面喔 正正不行吧 對不對 正反也不行啊 反正也不行啊 所以應該是誰 就是反反 好 來寫上去 就是反反 所以同學 你現在應該已經慢慢的 會寫什麼叫做樣本空間 然後 會寫什麼叫事件 聽懂這意思嗎 可以喔 確定 實習哥你會寫這個東西嗎 會啦 你真的會嗎 真的會嗎 真的會嗎 確定 那如果這個部分可以的話 我要花一點點時間來幫我們 幫同學複習一下喔 既然事件它本身是一個集合對不對 同學事件是集合對不對 那集合可以怎麼樣 集合可以運算啊 集合可以運算對不對 所以我們花一點時間來幫同學複習 集合的運算喔 欸 集合的運算 我們按照課本的順序 來 我們一個一個幫同學複習 來 請把這個圖畫上去 哈囉 我現在喔 用圖形的方式 花一點時間幫你複習 我覺得你可能忘記了 外面這個叫樣本空間 是我們的語集合 來 這個叫A集合 這是某一個事件 這個叫B集合 是另外一個事件 來 同學事件它是集合對不對 集合的運算第一個 來告訴我這個怎麼唸啊 欸 這個符號怎麼唸 欸 欸 這怎麼唸 這唸中文就好 不要唸什麼奇怪的東西 通四八十 這唸交集 來 寫上去 如果你不會唸 那你就寫一下 這個唸做A交集B 這是一個運算符號 兩個集合可以做交集 嗯 那請問你 做交集會得到誰 欸 交集 它如果翻成中文啊 講的再更白一點就是什麼意思 就是且啊 對不對 在A的裡面 而且在B的裡面 請問你會得到哪一塊 欸 在A的裡面 而且在B的裡面 所以你要看圖 是不是得到這一塊 嗯 對不對 在A的裡面而且在B的裡面嘛 數學及格而且英文及格 聽懂那感覺嗎 且 所以你得到的東西還是一個集合喔 對吧 兩個集合運算之後還是一個集合 OK 好這第一個幫你複習一下 然後你看到我們的課本喔 第二個 來 第二個它談到的不是交集 它談到的是另外一個運算 那個運算叫什麼 你知道嗎 欸 來它長這樣喔 欸 欸這是整個樣本空間 來 這是A事件 然後這個是B事件 哈囉 現在我們來複習一下 同學這個符號叫做什麼 來 好啦安靜安靜 來 欸這個符號叫什麼 我覺得你們的符號都不懂啊 連擊 對 這叫交集 啊這個叫做什麼集 這叫連擊 欸那你知道連擊是什麼意思嗎 知道喔 什麼意思你說 你說 連擊是什麼意思 單詞A或B喔 嗯 嗯 就是A發生事跟B發生事 啊中間不算 中間不算 中間不算 兩個同時擁有的 同時擁有的 同時是交集 同時是交集吧 真的假的 同時是交集吧 在A的裡面 而且在B的裡面 同時吧 那就是A跟B同時沒有的 同時沒有的 這樣講好像也不對啊 應該是 到底是什麼 欸連擊就是什麼 連擊就是貨啊 好來寫上去 然後現在我們再交一次 連擊就是貨 在A的裡面 或者在B的裡面 這樣聽到嗎 嗯 就是貨 那貨很簡單 就是把它們合體 快寫完 就是在A的裡面 或者在B的裡面啊 A裡面的我要 B裡面的我也要 我全都要 你懂我意思嗎 所以把它合併在一起 這個叫連擊 這樣可以嗎 欸懂不懂集合的運算啊 不然你後面都不行喔 可以喔 好 再來 欸再寫一個 欸第三個 你有沒有看到 課本裡面 談到一個那個叫什麼集 連擊 啊第三個還叫連擊 第三個叫 連擊 五集啊 有看到嗎 欸他這裡是說喔 這裡有一個A式鍵 然後這裡有一個A式鍵 然後這裡有一個東西 叫做A怎麼樣 右上角有一個一匹 欸 你告訴我這個怎麼唸 A右上角有一匹 這一個 這一匹要怎麼唸 這叫A 這叫A 那你知道什麼叫A 改變後的A 除了A以外的東西 這個爛倒 欸不是爛倒被騙 這個Prime它有否定的意思 APrime就是在A的外面 來把它寫上去 就是在A的外面 這樣可以嗎 所以我現在問同學喔 欸看我這邊 請問你 假設這個是全班對不對 這個A代表英文及格的同學 那你知道APrime代表什麼嗎 對 英文不及格的同學 所以他們在哪裡 在外面 可以 可以喔 這個部分就會叫做什麼 叫APrime 這樣怎麼可以 欸陳俊論你在幹嘛 欸可以吧 欸可以喔 欸可以喔 來我再寫一個喔 來第四個 欸把它寫在課本上 來這裡有個A集合 這裡有一個B集合 跟B集合的交集 是什麼東西呢 是空集合 這兩個集合完全分開 你看他們沒有共同的部分 那請問你這兩個集合 稱為什麼 關係 欸我以前應該有交過吧 我覺得可不可以問史錡哥 史錡哥你知道嗎 你不知道 你不知道 欸我現在是說兩個集合完全分開 他們沒有共同的部分 他們交集是空集合 就是他們完全沒有共同的部分 我們說這兩個集合 這兩個世界是什麼關係 無交集 欸不是無交集 他有專有名稱 叫什麼 空集被故意 兩個集合完全分開 啊他剛剛就講空集合 交集是空集合 這個稱為叫什麼 這個稱為叫 互刺事件 有啦之前講過 你沒講過 有有有 老師你真的沒講過 因為後代都說沒有了 來寫上去 好不好 欸 這叫互刺事件 互相排斥 這樣可以嗎 互相排斥 交集是空集合 欸 互刺事件會將來跟你高二學的獨立事件 要把它分清楚 不過那是高二的事情 我們高一先把它搞清楚就是 所謂的互刺是什麼概念呢 兩個集合的交集是什麼東西 欸 不是零 我覺得你搞錯了 交集是空集合 不是交集是零 交集是零的話 零也是一個元素喔 聽懂這意思嗎 對 空集合是什麼 空集合是指 這個集合裡面什麼東西都沒有 齁 不是零喔 有一些同學會以為空集合是零 其實不對 空集合並不是零 這樣可以嗎 可以 好 我覺得這裡應該算很清楚 來分到102頁來 欸我們要看後面重要的題目 好 來師兄哥放我拍這邊 欸唷 我把這邊插掉 齁 桌子是 好 好 來 102頁喔 好 他有一個隨堂練習對不對 這個隨堂練習 同學你仔細看喔 他說甲乙兩人各值一粒骰子一次 這就會畫起來 一粒 對 甲丟一個骰子 乙也丟一個骰子 我們現在來觀察骰子的點數 你會寫它的樣本空間嗎 我寫給你看喔 它的樣本空間 我可不可以先問一個其實很簡單 但是很多人其實答不出來的問題 它的樣本空間裡面會有幾個元素呢 你知道嗎 甲丟一個骰子 乙也丟一個骰子 你覺得這個樣本空間裡面會有幾個元素 知道嗎 不知道對不對 應該是這樣子啊 1-1 然後再來是誰 1-2 那我先問一個問題喔 請問你1-2指的是什麼東西 這一個符號它表示的含義是什麼 它有先號出去嗎 有 代表甲值出幾點 1點 然後這個2代表乙值出幾點 2點 2點 我覺得同學你應該要搞清楚就是 你在使用一個符號的時候要把這個符號定義清楚 因為你不能假設其他人 就是你寫一個符號 你會說我認為是這個意思 但是別人看到它可能會有不同解釋 所以我們在使用一個符號的時候 我會希望同學你先把那個符號講清楚 才不會造成誤會 那請問你喔 如果1-1代表甲一點以一點 1-2代表甲一點以兩點 那你覺得1-1-2再來應該是誰 1-3 對沒有錯 我們把它全部寫出來 雖然你說老師你是瘋了嗎 其實還好 1-3再來是誰 1-4 1-4 很好 1-4 我真的要全部寫出來喔 然後再來是1-5 1-5 1-5再來是誰 1-6 1-6 好 你知道連班有人講有12個嗎 我說什麼可能是12個 你猜有幾個 是36個 因為甲有6個點數嘛 1有6個點數 搭配出來有36種情況 其實有同學真的搞不清楚為什麼會有36種 我現在把這36種全部寫給你看 求你下一列這個我要寫嗎 2-1 對很好 甲丟2點 乙丟1點 2-1 2-2 對真的寫 對不對 真的寫 沒有再怕的 就樣本空間就寫給你看 2-3 2-4 2-4 2-4 2-5 好 你要跟著寫啊 6 來 2-5 2-5 2 2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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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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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